恒大 恒大这个全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 它真的会让中国伤筋动骨吗 是 保险哥 我跟你讲 恒大这件事情没太刷 你知道吗 没太刷 现在网路上甚至还有传出什么讯息 他说恒大现在要挟共产党啊 什么共产党 同归于尽 怎么同归于尽 你不借我钱是吧 你不帮我解决问题吧 那我就创造出海量的冤民 让这些冤民上街头去维稳 上街头去维... 就是要你政府出来负责 结果反而会颠覆你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有这么严重吗 因为我跟讲 他这还不是开玩笑的 虽然这一次恒大 引爆这一次世界叫恒大财富 恒大财富全中国目前知道 调查起来有十万人去购买 他的一个理财性产品 但是这十万人骗不全中国啊 所以他们现在就变成这十万人开始去包围 包括他们的深圳总部 包括他山西 包括他四川 包括他河南 每个地方你只要有恒大据点的 全部都白条子如影随形 你现在看过去的画面 完全没有镜头 这些人在那边吗 这些人直接睡在恒大里面 你说这个是现在进行事 好几天 重点是好几天 你看你看他相关资条 老板盆满拨满来 什么意思就是你吃干妈进 然后百姓血 汉无钱无归 这实在是让人家非常可怜 而且我要跟你讲 我刚刚不是提到有十万人买吗 你知道这十万人 全部都是被恒大拨了两成坯 什么意思 这十万人里面有七万人 全部都是有购买 恒大的房地产产品 他们说我们是去买房的时候 被他们的理财人员拉住 叫我们顺便再投资这理财产品的 另外三万人是什么 另外三万人 全部都是恒大自己的员工 他们当时就公司 后来大家才推估起来 原来早在这两三年 恒大已经之间 呈现很大的一个缺口 所以当时他们透过 发行这个理财商品 筹支四百亿人民币 而这其他的很多人没有买之后 他们就开始跟公司讲 跟他们公司的同事说 我告诉你 总监理级的给我筹出四 给我筹出大概一成万 副总监的给我筹出六百万 然后小主管集了四十八万 员工每人十八万 逼你员工去买 你不买的话 你还被口机打平等 所以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生气 他要跟你同归于尽 因为他说我领你的钱 我大不了你公司倒了 我没有钱就算了 你竟然还连我员工的血案件 全部都骗下去 所以他们这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 如滚雪球般的越来越严重 而且最让他们感到生气的是什么呢 他们说你自己许家印的老婆丁玉梅 你自己是两千三百万 为什么你就已经提前给付了 你自己恒大财富董事长杜亮 九百九十万 为什么你就已经拿到钱了 为什么我们其他这些十万人 四百亿 没有一毛钱拿回来 所以我跟你说那一口气 他会变成是对于 一开始是对恒大 但恒大现在就说 没得没钱没得要弄 这苦气 所以你说他现在两手一摊 给你耍赖了 就耍赖了 所以现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他救 他其实很难救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整个恒大 没有盖的烂尾楼 实在太多了 如果你还要拿钱出来 再帮他盖完这烂尾楼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但是因为恒大现在光是有的负债 就高达3000亿美元 即将要到期的也至少一半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到底怎么救 我救你 可能连我自己 整个中国的财政 都要赔进去 而且现在中国内部的数字 越来越难看 他没有想到的8月 整个跳水了 整个跳水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Delta疫情 我们知道7月份的时候 其实有出现过南京的 它的一个案例 就南京案例 就遍布到十几个省 结果这十几个省 真的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 他们8月份光是社会消费比零售总额 就有虽然还是成长2.5% 但你知道吗 他们原本市场估计 是要成长6.3%的 然后呢 他呢 就要上也就7月份 已经减少了6个百分点 其中光餐饮业业 餐饮业那个急崩真的很可怕 他在7月份的时候 是成长14.3% 到8月份 餐饮业既然是摔天4.5% 从政转负 整个相差的额度非常大 然后呢 他们会说 那个他们中国的统计局就说 但是不要担心 我们前8月 我们的社会消费品总额 还是成长18%的 但人家说那是因为去年实在太差 现在的情况就变成是 除了消费内需这边不好之外 连工业的增加额 全部也呈现一个成长不如预期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大家又担心说 比如说上7月份的时候有那个讯情 富士康出货就受到影响 这两三天没有想到中国的疫情再起 从9月10号到现在 整个福建省增加了140个案例 其中莆田大概有7成 100个案例以上 现在你看到画面是什么 厦门连厦门都出现案例 而且宣布厦门要全市进行核酸检测 更可怕一个讯息出来 过去这几天里面竟然有3万人离开福建省 而到了四川其他地方去 所以现在中秋节的佳节又要来 十一长假也要来 大家都想说会不会随着人群的异动 而导致这一次的疫情又在中国全地爆发 过去在习近平眼中没有大道不能倒的企业 所以我整扎里巴巴 我去打腾讯 我毫不留情 但现在他打到了一个企业 其实也不是他打他 而这个企业自己太烂了 没有想到根本是一个空格阵 蹦蹦蹦地倒了 恒大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 我们看到全世界媒体都在说 恒大这个黑洞到底有多大 恒大它现在不只是做房地产 它还做财务规划 它甚至还做电动车 它牵连甚广 它牵连在里面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它倒了 不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血本无归 而是这里面牵涉到的一般平民老百姓 全部都要受遭殃 现在看到恒大很多的业务单位 很多的地方 人全部跑出来了 因为三代的血汉全部血本无归 因此这个洞能不能补 这个树能不能倒 如果这个洞不能补的话 这对中国来讲 会是一个多大的伤害呢 好 这一段里面 胸腔内科的医师何建辉 也加入我们讨论 何医师你好 大家好 好 刚刚讲到的是 恒大出事情了 你自己讲 恒大要注意 恒大出事会天大地大 恒大不就一家公司吗 恒大有阿里巴巴大吗 有腾讯大吗 可是没有想到 当恒大真的倒了以后 真的要倒了以后 整个中国内部 开始真的觉得纷扰不安乐 没错 实际上我们就讲 恒大有点类似像2009年的时候 美国的雷曼兄弟的翻版 它是雷曼兄弟翻版 倒的时候整个对中国的经济体质 可能会冲击相当巨大 我们就来讲 恒大这家公司如果真的倒 它波及会多倒 根据中国的统计数字来说话 也有200家金融企业贷款给它 所以200家金融企业 可能会受到波及之外 它上下游的公司 一共有8000多家 这8000多家的公司 可能都会受到千年 影响人数大概有150万人左右 150万 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说 是个经济的大问题 好 那讲 恒大怎么会走到这个局面 我们今天才目前来知道说 恒大许家印走了二三十年来 到现在为止来说 原来房价也是假的 电动车也是假的 金融产品也是假的 什么都是假的 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洞 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所以说它一路的买空卖空 最明显的例子是 它搞了一个电动车 搞一个电动车是 它在北京的汽车 上海的汽车站 搞了一个假的 大家围起来不可以碰它 明明知道你是假的 明明你是可风可自 可是钱还是一直丢下去 搞了半天 不是只有电动车 对 它的房地产 还有它的金融贷款失业 现在许家印在做什么 他在忙着疑似在脱产 脱产 有人家说 他在香港的豪宅 转手了 转手人是谁 居然是他的管家 你不是已经在脱产了 这个状况吗 那事实上保险 真据目前的 这个就是他在香港的豪宅 这个香港的豪宅 他卖给他的管家 卖给他管家之后 在里面住的 杏仁是许家印的太太 对 所以你就是在脱产 有脱产的这个嫌疑 那事实上对中国来讲 中国当然会评估这个 所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发言人 就说这个其实对我们 目前的中国人影响不大 但是有传言 这是Bloomberg的一个报导 Bloomberg的报导是说 他们这个中国官方有组织的 包括说请了一些会计师 还有律师事务所的人员 进驻恒大 那当然这是Bloomberg的报导 就说好像他们要去摸底 了解一下恒大目前的这个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不过目前的官方的态度疑似 就是说可能不会介入 因为这个洞实在太大 这个官方硬扛的话 可能首先他们面对的事 来自于所有民众 对他们的抗议 而且老婆我们看 这张图就把我笑死了 这个叫做杜亮 对 这个是恒大的老板 恒大的总机CEO 对 结果他被骂到 瘫在那里 对 我变成烂泥巴 你爱怎么样我都不反极了 对 事实上这几天 在中国内部的时候 包括各大城市都有出现 所以他们去抗议 他们抗议什么 抗议恒大财富 因为恒大财富就有点 类似是我们之前的红元 这样子的 真假的 他是吸金公司 跟红元一样 对 他吸金 那吸金的时候 现在因为你现在还不出钱 400亿还不出钱了 所以大家全部上街头 去跟他抗议 那这就是杜亮 杜亮开始 因为他是恒大财富的负责人 他就主动跟大家讲 我也是要处理现在这个状况 那结果 因为处理太累的时候 他最后累倒在旁边 累倒在旁边呼呼大睡的时候 旁边的大妈还在骂他 所以你们这横道是混蛋 那大家都这样 然后他就留他一个人 睡在那个地方 这也太一皮天下无难事了吧 我今天倒在了这么多 我今天造成这么多人的一个伤害 我今天出来要收拾善后 结果 我说我累了 我就坐在地上 我口罩一戴 然后呢 你要怎么骂 你要怎么说 随便你 我竟然呼呼大睡了 没办法 你要钱没有命一条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状况 他现在就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所以这些人也是跟你一样 我要你的钱 我不要你的命 所以现在双方就这样互相的 那种对峙的这个局面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非常生气呢 这很多人还说 前一阵子就已经传言说 你恒大的问题了 结果当时你许佳英还出来说什么 我们保证任何 每一个人都能拿到 我们所有的一分一分钱 甚至还有人说 你许佳英这样保证了 我再把它偷进去 当时还有人这样 结果你现在马上没多久之后 你就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事实上这个 杜亮为什么会睡着 他就说对啊 我就想办法要帮你们解决 那于是当时的时候 他们在跟这个 这个相关民众在那边互相 在那边沟通的时候 就有人问说 听说你这个 你们家的这个财富 已经这个已经都熟掉了 他说对对对 因为我5月31号 我们家有急事 所以我就已经 先把我一千万的 人民币的这个金额 把它赎走了 他赎走了 但是我还是很看好 大家就开始骂他 那后来他们就说 我们有决定一个 这个解决的方案 分成什么 10万以下了 我马上就给你了 然后20万 30万 有分这个急去 有的话可能要3 5年 才能够还给你 3 5年 就很多人就说 你3 5年 搞不好你今年就已经倒闭了 为什么要等到3 5年 所以现在全中国 各个城市里面 反正你只要有卖什么 这恒大财富的产品的时候 大家全部都在抗议 所以这个画面 不是在一石一地 现在在中国很多地方 都发生出来了 对那为什么会有恒大 为什么恒大要介入这件事 宝洁事实上他这个恒大财富的 因为恒大财富公司 约莫是2015 16年成立的 他成立的目的是说什么 因为当时恒大已经知道说 我的营运 有点点好像现金流 不足的这个情形 那不足的情形怎么办 吸金 我就成立一个恒大财富 恒大财富的时候 用这样的方法来吸金 那让他吸了好几百亿 看到这个产品的话 宝洁我都非常心动 刚刚讲到恒大高端 也是高端 恒大高端理财 10万到30万 7.5% 30万到50万 7.8% 50万到100万 8.2% 你有1000万以上 你可以拿9.5% 老姐你看到这样子的 你看 这个7.5%到9.5% 他说什么 这是固定收益 不只是固定收益 他说10万起头 一年起的话 固定收益7.5%到9.5% 恒大担保 而且是到期还本 还本复习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觉得没有问题 现在大家 各式各样的产品就一直出来 所以大家一直推 当时就已经有人抗议了 有人就说 你恒大这个产品似乎是有点违法吸金 你这个利率这么高 你本身就有问题 当时很多县市政府都还有推个警告 就说 这个好像有违法这个状况 没有人去抓他 没人管 县市政府就通知一声之后 就没有人去管 就没有人管 他越细越多越细越多 变成这样 就后来大家 我为什么说他有点像是雷曼兄弟 我们知道 当时雷曼兄弟的这个理财产品 不是包了很多 包山包海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现在大家踢爆 你这个高端理财的东西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 他就说 你是挂什么 你是连接什么 他就说我连接一些公司 那什么上海的什么公司 然后什么公司 就后来发现 那些公司都是假的 都是空壳公司 背后只有一个保证是恒大保证 所以现在变成这些东西 保证他不但是投到哪里去 你不知道 你要拿回来 到底是你那些 你所投资的是什么 都是空壳 所以这完全都是空壳 为什么现在那些人会那么生气 很多人把一辈子的财产 都拿出来之后 结果你卖给我这样的产品 所以注定什么 这个政府怎么去接啊 你完全都是空壳的东西 我怎么去接你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去接这些相关东西 而且可怕是 他就像庞氏片局一样 越变越大 本来你的年息是7% 8% 9% 后来改到11% 12% 越来越高的利息就整个砰掉了 对 事实上还不止这样 他就有点像是庞氏片局 越变越高越变 一开始补 这个给你利息很正常 就有点像我们当年的 红元一模一样 结果他每次跟红元一样 高管都先跑光光 就留下你们这些人 而且他要逼什么 这几年来说的话 因为员工他们其实非常辛苦 但是因为我们公司这个没有钱嘛 所以说大家一起来配合 所以他其实逼了非常多员工买 包括说高层主管 中层主管 普通员工 你都有他相关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目标 你要够达成目标 就这些人 这些人现在其实最惨的就是这些员工 因为他目标达成目标 金额不够的时候他怎样 他去找他的亲戚朋友一起来 或者说他自己去借钱 自己借钱想说 我借钱利息现在5% 6% 那我这个股息有十几% 当然非常好嘛 所以很多人这样做 所以现在其实最倒霉的是什么 最倒霉是他所有的员工跟他所有员工的家属 现在他们真的恨不得了 把许家印给吞了 而且他们现在去哪里 要去许家印的老坟 对 他们就准备要去 可能要挖坟 或者你看 刨许家印的祖坟 刨他祖坟 没办法 你把我钱A走的话 我当然跟你拼命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大会内部来说 甚至现在有个传言说什么 许家印他不只在脱产 他准备让他恒大破产 而且他现在还弄了一个这个专门收购 专门收购所谓不良债券的 这个利华安诺的这个公司 他可能准备要用这间公司 然后把这个恒大如果可以拆解破产 我搞不好还要去收购他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就说 你这个许家印真的是太狠了吧 你不但把这些员工所有都丢到旁边去 你准备 未来搞不好你还要再回来收购 恒大这些东西 但我不懂的是 你明明看到了 你今天 我去成立这个吸金公司 吸金公司里面我有利息 照理一下 你这种基金我要连接一些产品 你说你要连接台湾的什么50也好 你要连接台湾的这个房地产也好 他什么都没连接 什么没连接就可以挟钱 你不要挟钱我最不可思议的是 车子 大家都知道你车子是玩假的 你还搞得起来 就是这样你看恒大汽车 就是我们啊 事实上恒大汽车前一阵子在香港的市值 一度还直接冲到5000亿台币 现在跌跌跌一路跌跌 跌到现在已经 这个市值已经非常非常低了 那为什么 前一阵子大家恒大好的时候 大家就去看说你恒大的汽车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去拍一下 就很多人说他去拍他底盘吗 就拍他底盘的时候 发现到说底盘 什么都没有 你没有什么悬吊 没有任何的这个东西 人家就说这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模型 这样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这个根本就是个假的车 但其实我跟你讲即使到现在为止 恒大汽车都目前为止 也没有卖出任何一台汽车 没有卖出一台车 所以他现在这个恒大汽车 人家就说你根本就是玩假的 你的车底没有悬挂 没有底盘 你什么都没有 对 甚至之前还什么 他们还浩浩荡荡 很多人就说你恒大的产品 你根本就很多烂尾了 交不出来 许家印说哪有 我还做一个恒大集团保交楼的 这个军令状的签署大会 所以你看许家印在这个地方 然后所有人都给我出来 然后说我们一定会保证交楼 然后就让你最大的决心 还签了这个军令状 就签到最后 马上没多久停工停工 公告都完全都出来 所以人家说你许家印根本就是 你说一套 然后马上就破洞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为什么会对恒大这件事 真的是非常非常生气的一个情形 我想习近平再都没有想到 会碰到许家印这种人 无赖到一个极致之后 他天不怕地不怕 而且现在我就是把他搞到 我搞到他之前 还发一个函 给广东的这个政府 告诉你说你如果让我倒的话 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他还威胁政府 他现在不但是威胁广东政府 他把这个摊子给砸了 把这个摊子给砸了以后 他直接威胁中央了 是 他这个叫做大盗不能倒 倒了动摇国本 所以现在习近平有点面入两难 中国就会出这种人 真的 强制比我还要狠的人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现在其实中国他们开始慢慢把 可能会把对恒大的这种怒气 出到共产党身上 为什么 他们会认为说是谁把恒大 养成这么大 是谁看着恒大起高楼 是谁看着恒大验兵客 现在又是谁冷眼旁观看着恒大要倒塌了 不是就是你中国共产党吗 你恒大从1996年成立到现在 过去这25年恒大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跟你中国共产党一搭一唱 怎么一搭一唱 你说这里要开发 我马上开始给你买定 那个地方政府就卖定 你大把大把的钞票 你还不知道找到中央去 你所有的建大楼我来盖了之后呢 然后呢 所有的包括里面的水电 所有的公共建设 所有的一些工程 哪一条不是油滋滋 哪一条不是你中央跟地方 大家共享的这个利润跟大比 结果现在恒大有财务危机 你说这个是恒大的房子 对 就是你现在中国有的财务 恒大有的财务危机 你中国共产党说这没我的事情 你找他 他倒的 这个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讲是 而且你要讲 习近平喜欢足球 我就搞一个足球队 我不但搞一个足球队 我还在广州搞一个足球场 而且他在2009年成功募资到91美金之后 2010年就买了你刚刚讲的那个足球队 改成叫做广州恒大队 然后呢还撒钱给这些球员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投你习近平所好嘛 然后2018年又开始跨入所谓的电动车 电动车从头到尾 一辆车都没卖出去 搞到市值可以到超过5000亿人民币 那个台币 谁在后面撑腰 是谁帮他吹紧 这么大的一个泡泡 不就是你中国共产党吗 所以这一股愤怒这个怒气 其实不断的在越来越大当中 而且我跟你讲 恒大这个问题这烫手生鱼 你说中国共产党要解决 习维尼要出手 很难出手啊 我跟你讲 现在情况是这样子 整个中国有7亿间的一个商品房 其中有两层都没拨啦 两层大概1.5亿间 1.5亿间你用一间用两个人来算 你还要额外有3亿人口 才能去化这些空房 再来恒大现在手上正在盖的房子 有140万间 140万间 你要让他全部都盖到好 至少要1.3兆人民币 1.3兆人民币 这个太庞大我不想听 那你光解决恒大财富这个洞好了 至少要多少 刚刚提到了 框了他们吸金400亿人民币 那中国你拿出400亿人民币 不就解决了吗 问题不好意思 中国光要跟阿富汗塔利班交个朋友 他现在能偷出钱来的只有2亿 而且是2亿人民币 所以你就知道 中国已经没钱了 所以中国现在面临到他囊中羞涩 如果说连中国自己的口袋都没什么钱 怎么可能还有办法 把你恒大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批误 所以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我就是安大这个阿富汗的塔利班 如果我塔利班也只能付2亿的人民币 你拿什么钱去填恒大这个400 光是刚刚那个财务就400亿了 对啊 那些房地产几千亿 而且你刚刚看到很多大楼 现在你看这个大楼 这个倒是烂尾楼 对就是烂尾楼 而且我跟妳讲 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他们在讲什么 他们说 他们恒大不是提出财富 提出三个解决方案吗 一个就是说那我以资底债嘛 那你来买我欠你钱 我就给你那个房子 不好意思 他给你房子是烂尾楼 你还购不完 我要卖又卖不出去 那怎么办 所以现在对于整个中国来讲 你光买恒大的房子 或者是你投资他财富 理财的人 这股怨气 到最后你没有办法出 你只能找谁负责 找中国共产党 这也就是为什么 恒大他现在其实两手一滩 人蚌蚌蚌蚌 没你想怎样 人蚌蚌蚌蚌 对 就像刚刚那个 那个杜料 我就躺在地上戴个口罩 你要骂我就骂 你要说我就说 然后你说我的一千万 我已经领走了 不然你要怎么办呢 为什么他会这样 连一点都完全不太担心的样子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 当你大道不能倒的时候 我要倒的是谁要召集 是习维尼要召集 是习近平要召集 习近平现在状况是 他真的是内忧坏坏 外忧坏坏道 都不敢出家门 你知道吗 不敢出家门 现在彭博社有去帮他计算 他说到目前为止 习近平已经600天没有出过国了 都是靠视讯的方式 跟各个不同国家的政要 然后国家领导人在进行视讯 人家不是讲他怕疫情吗 你怕疫情 那你要不然就第一个 你担心你自己打的疫苗 我也不相信 你是打你们科技疫苗 你可能疫苗没关系 但第二件事情 其实一个国家领导人 频繁的到国外去一些 进行一些视察跟一些探访 很重要是两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是 我的身体健康没问题 第二个讯息是 我国家很稳定 是这样吗 没人不给我打 对 就是没有人会在背后 捅我一刀的感觉 所以这就代表着 为什么习近平 迟迟不敢踏出中国的国门 迟迟不敢离开他的中南海 很大的因素 可能就在于 他前脚一出 很可能人家就政变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习近平面临的困难是 我国内经济已经不好 又有恒大搞不及出了 我国外又有塔利班 塔利班这边 两个人可以搞比喻 好像没这么松快 所以现在其实对于 习近平来讲困难重重 好 董事长 你说恒大后面 恒大的后面 是香港的珠宝商 香港的珠宝商 后面是温家宝的太太 这是一连串的 对 恒大后面的香港最大金融 是郑玉彤 郑玉彤是周大福珠宝 那周大福珠宝在大陆的人脉关系 就是温家宝的太太 他们都是珠宝产业 对 这早期的恒大的初期发展的过程当中 重要的人脉关系 但这个东西早就因为 所以他们当时有得到所谓的 这个保险公司等等这一类的 整个集团的支持 那最近这几年的情况变了 比如说习近平当家之后 他有产生神秘的股东 外面你们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这个是谁 恒大有个神秘股东 有神秘股东 不然这个公司早就该倒了 不是吗 搞了半年一年了吧 对 为什么一直不倒 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他讲你房地产也出问题 你的车子根本做不出来 你的车子连底盘 你连这个悬吊系统都没有 更不用讲 你今天的金融操作 全部都是假的 那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金融操作 金融执照是2015年 拿到P2P的执照 但是金融执照 那个时候的恒大的财务杠 已经过度了 他就是因为在跟所有的公盈银行借款 有困难的情况之下 他知道这个公司有问题 还发给他金融执照 所以说背景多强 我在外面借不到钱 干脆我自己来搞 我自己开个银行跟你干 开个银行跟你干 刚刚施东讲很对啊 很多员工多可怜 你知道吗 他分quota 他怎么搞你知道吗 你要到我公司上班 对不对 你很简单 你先要买我的理财商品多少钱 但我没有钱啊 他没钱没关系 他把银行叫来 他把银行现在马上贷款给你 所有的员工在那边上班 先第一 没有你的薪水 第一件事情 先给银行贷款 买公司理财商品 然后把他阿公阿嬷钱都拿下来 有些老太太 一下子 一个月三千块的退休工资 就搞下来 就搞了死了一大片 现在刚刚你那个什么许亮 那个那个 许亮 没有 杜亮 杜亮 这个家伙 他就是把他们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许家印的太太 都事先把理财商品兑现了 你知道吧 他兑现了一千多万嘛 对 他说我家有提示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很简单 谁知道他兑了一千多万出来 谁帮他爆料出来 对 员工爆料嘛 搞嘛 你高干先拿钱先落跑 先跑路 先跑路 然后你还想 然后另外一个总经理已经跑了 不见了 所以这个内部不断的爆料出来 那我想这个是目前的现象 但是这个公司为什么在困难的时候 还能够拿到这个重要的这个财富 这个银行执照 应该这样 金融机构执照 为什么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自然 许家印能够去参加党庆 没错 这个很奇怪 这个没有背景 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么早就该倒了 他现在这个公司 总共的资产跟负债的关系 我大概跟你解释一下 账面数字 他人民币大概两兆出头 然后他的负债大概是一兆七 一兆六左右 你说他净值大概是四千亿 四千亿人民币 那这个很可怕 四千亿代表什么 如果他降一层到两层 这公司就倒掉了 他马上流动性就不够嘛 所以他这个很危险的一个公司 这是目前 全中国都知道 对 可是刘鹤怎么讲呢 刘鹤在上个月怎么批评他 怎么形容 这个公司有流动性的危机 什么流动性危机 就周转不良而已 所以意识这个公司 不会有大问题 没那么严重 那其实是不是大问题 当然大问题 因为今天已经上街头了嘛 你看共产党很简单 人民一上街头 这个问题就大调了 那所以广东市政府 广东开始的 因为他是在深圳嘛 对 所以广东银行停止放发给他 那北京就跟他干起来 你这个 你当时你卖地给恒大 你收了土地的款 现在他输失了 你把钱给他收了 就收散了 那出问题 那我北京要来扛这个事情 又吞下大乱 所以北京跟这个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为了恒大 开始利益上又产生冲突 所以中央政府互干 所以代表了 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许家印的背后是有人的 否则早就挂掉了 对 那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呢 就一定会挂掉 因为他很 许家印讲的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 他说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恒大 他说党营事业 所以这公司一定会倒闭 但他会分拆 他会拖时间 最后谁倒霉你知道吧 一般倒霉 韭菜倒霉嘛 这些韭菜没有办法 就一拖 拖十年二十年 他现在所有中国大陆 就会面对这个问题 就处理了措施 不设解决问题 拖 他拖 他拖到你老百姓中不耐烦了 该死的 该病的 该逃的 该放弃的 他这个公司慢慢脱掉 然后这个事情的背后 到底神秘股东是谁 应该跟当权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现在中国真的是 屋漏偏逢连夜雨 行传偏欲顶头风 这么惨吗 现在的内部经济也出事了 对我们之前有提到 他的PMI采购经理人采购指数 其实是在荣枯线 但是他的非制造业 也就服务业部分 直接是跌破五十 降到了四十七点多 那除此之外 索罗斯一个月之内 三度投输 他这次措辞超强硬 索罗斯 对他直接痛斥贝莱德 我们都知道贝莱德 手上握有九兆美金 是全世界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索罗斯说什么 他说你贝莱德投资 中国将会是悲剧性的错误 他直接下悲剧性的错误 投资中国 对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包括就是贝莱德 他在八月的时候 他竟然告诉所有投资人 中国未来前途 我们持续看好 还建议投资人 三倍加码投资中国 结果索罗斯听了非常生气 直接投诉 然后就跟他讲说 你现在加码中国 你等于是把所有投资人 甚至美国的国家安全 都压在一个赌注上 而这赌注的结果 将是悲剧性的错误 这么危险吗 他说中国现在面临的几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人口非常严重老化 而这个问题是 没有办法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是 国际民退 国库囊中羞涩 所以导致国库 必须要去吃掉 国际要吃掉民气 从民气这些拿到一些银带 第三件事情 才是他认为的重中之重 也就是中国房地产 史诗级的泡沫 即将展开 之前华尔街日报说过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有多严重 52兆美金 是超越当时2008年的 雷曼兄弟的一个规模 那现在索罗斯讲这个 可不是空穴来风 现在经济学人也开始做同样的报导 他们报导说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恒大 光恒大所背负的灾务 高达三千零四十亿美金 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华融 华融背负 两千三百八十亿美金的债务 所以你知道 中国的不管是房地产的龙头 还是资产管理公司的龙头 这两家龙头背的债务加起来 已经高达 五千四百亿美金 相当于多少 十五兆台币 十五兆台币 已经快要是台湾的一个 一个整个国家的一个预算 现在恒大的问题是在什么 它大到不能倒 全中国跟恒大有一个贷款 相关业务的银行 高达一百五十家 代表如果一旦恒大倒 这一百五十家的银行 也会跟着出现财务危机 它就会酿起一个系统性的金融风暴 甚至恒大现在没有钱到什么地步 非常夸张 有一家叫涂料公司 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叫三棵树 三棵树竟然直接公告什么 恒大欠我三亿多人民币还不起 三亿都还不了 还不起到他只给我现金一千五百万 然后另外的两亿的债务 竟然用他的房子来抵财 而且这个房子就是卖不掉 而且这超扯 他说房子抵财 没有没有 我不用旧房子给你 这对你不好意思 我用新房子 明年后年跟大后年才到期 他已经欠你 欠你送屋给你 对就很扯 所以现在就说如果连他这个欠债 连而且欠三亿多都没有办法还的话 那你刚刚提到的三千亿美金 有可能还吗 没有办法 那另外一个 现在就包括现在讲到华融 华融为什么这件事情也非常的严重 华融 他光去年所公告出来 他的亏损一年 亏损一千零二十九亿人民币 然后呢 他说怎么一千零二十九亿快要五千亿台币 怎么亏了 他说是我们之前董事长赖小明有问题 一个董事长有可能亏到五千亿吗 他说赖小明有问题赖小明收费 赖小明收费被查到多少 17.88亿人民币 他才欠你17.88亿人民币 他有可能搞出一个一千亿的洞吗 更何况他整个债务加起来是两千五百亿美金 所以他现在所问的问题就在于什么 就是华融他所代表是从过去二十一年以来 他们的那些红二代 或是相关的一个政府高次在玩一个游戏 杠杆游戏 他就是用很便宜的利润 跟中国的一些国资的银行借钱出来 借钱之后 他再去找信用不好的那些高风险的公司 包括房地产公司 什么公司再借给他 他就在玩这样杠杆游戏 所以现在才会满身是债 那因为他的债务实在太大 搞到现在变成是大到不能到 所以中国政府引进国资企业 又开始要进驻华融 左手右手都是在中国在搞鬼 现在对中国来讲还有一个天大地大的问题 那就像在手上的不定时炸弹 那就是他的房地产 先讲他这样万科说 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我要活下去 现在中国最大的恒大 他现在很多的资源支持者 金属全部都浪杠了 不要浪杠跑掉了 更不用讲 他们现在很多大楼已经死心了 一个一个炸掉了 没有错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楼是哪里 是山东晋零的三十年烂尾楼 一样说炸就炸 为什么没有人接盘金 没人接 没有人接盘金属活不起来嘛 然后上海我们也看到 也是一个大型的酒店 这个所谓的烂尾楼说炸就炸 你景气不好没有人接盘 留在那边真的没有用 甚至我们昨天谈云南昆明 一炸炸十五栋烂尾楼 表示整个中国现在房地产 真的像是一团死水一样 非常非常的惨 所以这个丽阳新城 你盖了好几年了 盖了好几年以后 就是盖不起来 资金永远处于锻炼状态 现在已经锻炼到死心了 是 如果今天整个房地产很活络的话 资金怎么会锻炼嘛 所以中国内部真的出了很大问题 你要知道 中国房地产占中国GDP大概7%左右 如果房地产现在一路往下跌的话 那中国的GDP怎么可能起来 重点来了 我们现在看到许家印 恒大 恒大现在被人讲说什么 他债务负担太大 有可能烂尾等等 结果的许家印竟然出了个怪招 什么怪招 集团八位副总裁 全部找过来 然后签署恒大集团保交楼军令状 然后要求大家 你给我签军令状 所有投资人 所有买房的 别担心我们恒大楼一定会交 可是我如果是买房子的人 我不看还好 我看了我更紧张 更可怕的是什么东西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搞这么大的动作 对吧 你不讲完 七七八八就说 你签了GDP 我就是怕你会烙干嘛 对啊 你除了集团八位副总裁去 你知道还多夸张 要求各省的董事长 还有所有班子的成员 每一个都给我签GDP 然后签完GDP还给我拍照 拍完照还给我上传 然后上传之后还给我发媒体 就告诉大家说放心 中国有一句话 是反必有妖 这反的太过分 这个妖也太大了 没有错 因为很大 大家都知道他欠的债货 太大太大太大 而且他所有的金主 都在抽一根嘛 所以他签完这个投资人 更害怕了 你什么时候落跑 我都不知道 重点来 我们从数据上来看 整个中国为什么房地产 变成一滩十岁 北上广深 深圳是最明显的例子 你看深圳在2020年7月的时候 还成交一万三千多户的单元 现在一年之后 剩两千五百五十七户 暴跌百分之八十 成交量跌这么多 跌了百分之八十一 这是非常非常血淋淋的例子 而且甚至什么东西 现在有人去算 整个深圳做房地产 过去很赚钱的 年息都三十几万人民币 是很正常的事情 结果呢 一个个离职 现在光深圳今年两千四百个人 离开房地产业 表示你在中国搞房产赚不到钱了嘛 中国经济现在变成一滩十岁 没有多余的闲钱投资房地产 而房地产没有办法创造更多的财富 整个变成一滩十岁 而中国房地产最惨是什么东西 你除了外部的资金进不来 然后中国整个中国被美国 或被西方世界封锁之外 中国自己内部还搞社会主义 那就变成是说我连自己中国人都不敢投资房地产 什么意思 人民网出台一个政策 他说什么东西 目标明确精准实施 全体人民柱油所及步伐交款 什么叫柱油所居 你柱油所居就是变回共产党社会 变成共产社会 他直接说要求未来租金 涨幅不得高达五趴 我租金涨幅都被政府限制住 那我投资房地产没有搞头 我不可能去把资金留在中国 做这样没有搞头 所以你会管租金 下次你就会管房价 如果你管租金管房价 我就无力可图 无力可图我干嘛买房子 我如果不买房子 那房地产不就挂了吧 就从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的社会 当你从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的时候 那所有资金不会往这边走 当你房地产变成社会主义的标签 当每一个人柱油所居变成国家方策的话 那房地产一定倒 所以未来整个中国房地产的寒冬 还会持续进行吗 更惨是什么东西 我们之前讲中国要合理调节高收入 习近平要共同富裕 结果人家说什么叫高收入 到底是赚多少钱是高收入 既然现在被人家挖出来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局长说 中国中等收入是十万到五十万人民币的家庭 那换句话说你超过五十万就是高收入 所以你一年在中国赚超过两百万 两百万左右的人 你的收入会被合理调节 那你收入被合理调节 然后呢 你银行户友存款超过十万 要写报告 你提前要写报告 存钱要写报告 你会被合理监管的话 那整个中国已经没有资本市场概念 没有资本主义概念 当中国极度往社会主义走的时候 房地产的泡沫化 早晚都会发生 董事长两百万年收入两百万就变成了我要盯你的目标 现在已经不是这些大头了 不是马云马化腾这些大头 你的两百万都在你要盯上打压的对象了吗 他还不错 终于给出一个标准出来 他万一没有标准你更惨 今天有标准 我们最担心是没标准 然后你要去还要有个标准要注意 就李克强讲的 有六亿人口月收入一千万 那一年是一点二万 台币大概是六万块钱 中国大陆有六亿人一年年收入六万台币 你说你昏不昏倒 然后你这边来一个就是两百万 我问你那两百万当然是富翁 六亿人是14亿人口 你没有六亿是哪班 六万对两百万 六万是台币等一下 对不对 两百万也台币 这个当然贫富不均 这个社会一定不公平的 这个中国习近平这一次要的共同富裕 他基本上其实就是要把这个超过这个所谓五十万人民币以上的这些所得通通把它处理掉 但是注意到什么样的 就是收归国有 收归国 账价归公 那我还拼命干嘛呢 我拼命最后再给国家了 你爱国这个没办法 你要不爱国我爱你共产党会爱你放心 他这个政策一出来之后 只要这个味道一出来 没有人会去盖房子 因为盖房子本来就是一种储蓄的一种获利跟储蓄的行为 所以你知道中国大陆经济现在在一个转型期 但是这个本来我们预估在五年之内会走出他的困境 因为他的高科技整个被美国封锁了嘛 他要靠自己脱困大概花五年时间 他现在的定调不一样了嘛 现在是美国是凶恶的敌人 要不断的在打击中国 这个就变成说万恶的这个万恶的帝国主义 要不断的打击他 所以他把这十四亿人做一个整个大调整的过程当中 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残酷的事实会发生 他就学了一招 他就学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而且最近有一本新书红色赌盘 到现在习近平还在动 还做内部清算 而这个内部清算算到了温家宝了 这两天刚刚上市 这今天可能是今天刚上市的一张文章 这叫做红色赌盘 这个红色赌盘是讲的是谁呢 这个人叫沈栋 作者叫沈栋 在美国写的这本书 那他的前期是谁呢 就这个人叫做段伟红 就这个人 段伟红 现在这个是纽约时报 段伟红 温家宝家族商业合伙人段伟红被拘留 对不知道 不是他现在是讲的是怀疑被拘留 我现在要解释一下 你把全文看完了 没有人知道他是去哪里 也没有拘留 也没有法律 都没有 通通没有 这是二零一八年的消息 二零一八年的消息 今天他先生在二零二一年开始出书了 出书的情况之下 就报道他太太跟温家宝家族的关系 那这个纽约时报在二零一二年的时候 因为报道温家宝家族的财富27亿美金 你记不记得 得了当年的普利之奖 了不起的记得 结果被赶出去 北京不准来 把他挂出来 纽约时报跑掉 好像跑到台北来了 对 跑到台北来了 对对对 台北有一个有一个bureau 台北 有一段时间我看纽约时报在台北招人 所以我想说这个段伟红就是跟温家宝的太太 跟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 他们有一个星天域的投资公司在投资平安保险 然后投资完以后上市过程当中听说获利了六十亿美金 你说昏不昏倒 昏倒这么多 所以所以他会得到普利之奖 那没有人敢 那可是温家宝有针对这个事情跟党中央做一个坦白 做了一个检讨 所以温家宝本人绝对没有问题 好那这本书里面有一段 我们现在看到部分揭露出来的东西 讲到哪一段你知道吗 什么 讲到当年的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事件 在薄熙来事件当时的习近平还是正在处理的副主席的阶段 储君位置 国家储君的阶段很危险的阶段 经常会可能会命都没有 结果王立军事件拿到了常委会 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时候 结果周永康站出来说 这个案子就到王立军维持了 不要再查下去了 保护薄熙来 保护王立军跟薄熙来 好那这个时候就准备打住了 习近平当时不肯放过这个事情 立刻举手说不行 这个案子一定要清查到底 在这个情况就搞僵掉了 他在这里面这个书上揭露这一段的过程 那我讲这个 那只有温家宝第二个复议 就马上复议习近平 复议完了之后 胡锦涛也跟着复议 哇这一下子政治斗争开始了 所以后来的周永康的惨状 你就可以想象出来 第一个就是查办王立军案 然后追查薄熙来就被抓到了 判刑 那我办了薄熙来 我当然知道薄熙来的后面就周永康 周永康也完了 这一挂周永康系统全部都打掉了 他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那为什么讲这一段 我的个人的判断就是说 温家宝当时是在那个当下 等于救了习近平 帮了习近平打下他的红色江山 对不对 结果现在他把他老婆在喊救命 为什么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 所以他出书的目的是干什么 他没有那个有钱人无聊 在美国出书的 他要救他老婆 救老婆 他老婆本身没有什么 他老百姓赚钱而已 他老婆的partner是谁 是温家宝家族 所以现在要动的 一定是有消息告诉他 你要快点动手 不然我们完蛋了 所以这个消息就是 现在下一个动手 我认为现在动手的目标 这本书的目的 是救他老 救段伟红跟温家宝家族 所以这个斗争的对象 不只是段伟红 段伟红只是你看合伙人 然后温家宝家族 已经开始要被 开始要被超家灭族的可能性开始 我本来以为说 在中国内部的清帅 已经到一个段落 已经结束了 没有晓得还没结束 而且面对了美国的步步进逼 你刚才讲的回到共产党的初心代表 还有新一波的腥风血雨的开始 你有听过说有亲属在国外海外爆料的吗 他老公他老婆在坐牢 他敢在爆料 爆料是什么结果 这个还要活吗 这个没得活的嘛 那为什么要拼这一技呢 不拼不行了嘛 所以说这个表示的利益 他光是里面所形容的这个纽约时报 讲二十七亿美金嘛 纽约时报讲这平安部分的利益是六十亿美金嘛 我们在第一上段节目里面谈到的嘛 他最近在查谁 查平安保险啊 对哦 平安保险所有投资 春风全部清查 那就是查温家了 那就是温家宝嘛 所以这就是温家宝 所以温家宝都有可能是被调查的对象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波的整数的对象 已经不分大小了 不光是说马云这一类的 马云是大 所以他今天有一个原则 他的共同富裕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杀富济贫 他杀给你看 我现在到这个情况我都敢杀了 所以反过来看 就是习近平的权力稳定 要进入二十大之前已经没有问题了 他想杀谁就杀谁 想动谁就动谁 然后这个文化革命的大运动 整个大的清算的开始 把富翁全部干掉 然后去帮助贫穷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 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已经在中国悄悄的展开 现在天下大事 最关键就是中美的一个对抗 而中国现在内部的紧缩 甚至他针对演艺圈 针对所有的媒体进行制裁或进行管制 都跟美国的压迫有关 因为美国步步进逼 他们就要回到共产党的一个初心 而这样的一个压力 对内部刚刚讲的房地产已经造成压力 现在看到画面在云南 云南现在整个城镇 它竟然卖不掉 卖不掉变成烂尾楼 变成烂尾楼之后 就只好炸掉了 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一共有15栋楼 在45秒之间飞灰烟灭 15栋楼 而且这个价值呢 约莫是价值40亿台币左右的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41就这样炸掉 对那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其实这个案子就是云南的这个昆明的这个立阳新城二期 那因为原本这个开发呢 他在2012开发商2012年出现资金断裂 断裂之后 转手给另外一个人 结果再转手给另外第三者的时候 就没想到 还是出现资金断裂 没办法盖下去 那没办法盖下去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就说那这样好了 那于是我们就把它炸掉 炸掉之后 未来才会有人接受 因为你这个烂尾楼没有 没 大家也不愿意盖下去 没错 那你只好把它炸掉 那于是我们才会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来说 我刚才讲一共是45秒的这个时间 全部都炸掉 那炸的有一个过程 因为炸的时候有一栋楼 它没有被炸掉 就还在那个地方 那人就说你这个楼还真厉害 那这个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就这样一栋一栋炸掉了 对一栋一栋的炸掉 那为什么引起大家注意的 我们就讲 中国的房地产的压力非常大 特别是很多地方型的房地产 譬如说二线城市里面 这一次爆炸的是昆明 包括北扁的什么这个鄂多斯 或者是南一点的很多城市里面 现在都存着大量的这个所谓的围楼 甚至大量的这个烂围楼 那为什么没有像他们这样炸掉 因为很多地方政府 他们的债都在这上面 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 他不是只有会可能 包括说最近不是恒大出问题 恒大的地产商出问题的时候 会有另外一个 这个银行业也会出问题 因为银行业都贷款非常大量的 给这些所谓的厂商 另外还有什么会出问题 地方政府 因为地方政府 他们开发这些地方的时候 他会 譬如说你要开发一个新城 你看开发这个新城的时候 地方政府会进行帮你拉这个路 做这些公共建设 这些都要花钱下去 所以如果你一旦房地产 往下坠的时候 对中国的澳大来说 是个经济非常大的这个致命 你从这个炸楼 连这个楼我都受不了了 对 就代表它的压力真的那么大吗 没错 事实上中国现在整体房地产的压力 或是经济的压力 真的是比大家想象中更大 特别是现在的 恒大地产到底怎么处理 现在全中国都在看 因为现在恒大地产 传言是传言是中央跟地方 已经有介入这件事 就说你可能银行 要给我展齐一下 因为恒大牵扯到的范围 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好另外就是 中美双方的这一场的斗争 这场的战争 到底会延续多久 它的规模到底会有多大 我们举一家公司 是万泰科 是原来 我们本来以为说是2019年拜登 川普跟中国翻脸 没有 在2018年的时候 万泰科就等于说收到了美国的订单 里面只有个要求 我订单里面任何的成分 甚至你的原料 都不可以跟中国有关系 没错 事实上这个所谓中美贸易大战的科技封锁 或许启动的时间点都比我们更早 这是我们从一家公司叫万泰科 他是做什么 他事实上是做一些所谓 连接器线这些的公司 那事实上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他在2019年 2018年的第三季的时候 突然接获到来自美国客户 这个客户他从来没有接收过 那这个客户跟他说很明白 就是我们希望是那种 类似军工的这个产品 那军工规格的产品里面来说的话 我们希望你 不要用任何中国大陆的东西 不要任何中国东西 对 我们希望你在台湾制造 然后符合我们美国的这个需求 那于是因为他也从来没有错过 所以他这个董事长跟总经理 他们听说他们带了三四十公斤 可能因为他们不知道 美国的规格是什么 不知道对方的规格是什么 他们带了三四十公斤 他们自己的产品 还有可能需要一些零组件 他们就飞到美国去 然后经过几个月的这个 跟他们互相沟通之后 后来还知道 原来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类似就是美国本土需要的这个产品 未来可以符合美国军工 甚至符合美国的这个5G 相关的这个状况 而且重点是不可以有任何 中国货 对 那这个产品是什么 事实上是这样的 类似这样的产品 他的新规格 他美国开出来说 你要耐重压 防水 还有防鼠咬 为什么要这些东西 因为美国 我们知道美国地大物博 譬如说他很多这个5G低地台 是盖在乡村 那乡村的时候 我电线埋在下面的时候 我可能会老鼠会在那边咬 所以你一定要防止老鼠 我总不能这个地方这么大 然后我一个基地台 因为电线坏了之后 我还要去处理 我根本没办法处理 所以要求是这几个 重压 防水 老鼠咬 尤其他们要有UAL的认证 所以当时的万泰科 就去先跟UAL的研究室说 你们未来的规格是什么 然后就开始为他们开发 所以他们怎么样 他开发的这个线材 是相对比较粗一点点 再加上说 其实他有一个非常特别 就是因为他要防水 防水的时候 他们要在线材的内部 注入所谓石油高的外线源 所以他们等于是说 做了非常多符合美国的需要 后来就这个美国就认证就通过 所以他们现在包括未来美国 美国我们知道拜登上台 他不是要搞大量的所谓的5G 这个所谓基础建设吗 未来的美国5G的基地台 会大量出现 那我们台湾的厂商 刚好因为开发这个 就可以开始for美国的5G使用 甚至美国的军方使用 这就是其实这个 所谓的中美的科技的所谓的锻炼 事实上从2018年 就已经开始在展开 而且我们今天讲的 Starlink也来了 对 没错 事实上Starlink 这个伊隆马斯克或是美国准备要怎样 他的这个低轨道卫星通讯 可能在今年要展开 除了他准备来跟台湾合作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就是iPhone iPhone传言在今年的iPhone13 可能会支援所谓的 低轨道卫星的讯号 也就是说 未来你可能在全世界 只要有低轨道卫星的地方 你都可以收到讯号 那这个低轨道卫星的 这个商机绝对台湾会吃得到 而且绝对会把中国大楼排除在外 最可怕的事情好像还没有到来 因为现在中国的人行 它的银保监出售 约谈很大 对 恒大这个洞不能破 当然我们曾经讲过 恒大它目前的总负债是 三千多亿美金 它几乎是波及到所有 中国大楼的银行 就像现在 连中国大楼的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 都赶快说你来 你到底目前要怎么处置这件事情 就像今天他这样说的话 恒大 恒大机车 全部在股市都完全重挫一个局面 那重挫到什么时候 因为最近有一个传言就是说 它的恒大汽车要卖 那小米要准备要买 就像今天的小米就出来说 我没有买 我没有买 不接 我没有买 所以你就知道现在怎样 你说恒大烂到小米都不敢接 所以你就知道现在中国大会怎样 很多的这个状况告诉你 相当相当之不妙 特别是他们股市在习近平 这样打压之下的话 真的我觉得未来这些外资 真的是 好像真的是进入火葬场 一般的这个情形 好 这样我刚才讲到的 现在习近平是大杀四方 索罗斯怎样的得意 他欺负过马来西亚 连英国这样的帝国 都是他的一个手下败将 没有想到 他去接了老虎基金断头的 还是赔了一屁股 更不用讲 孙正义 这几年来 最呼风唤雨的创头就是他了 也是赔了一屁股 那你说习近平这个刀有停下来吗 他竟然还没停 他这把刀最近砍到谁 白酒 他连白酒都不放过 没有错 因为现在就是进入暂时经济 暂时社会 对习近平来说权力夸了 一切都夸了 我管你孙正义赔1000亿 我管你索罗斯赔几百亿 是我习近平万物接管 我的权力才稳得住 现在习近平对习近平来说 他竟然连白酒市场他都介入 这对熟知白酒市场的人 是非常非常荒唐的 因为全中国最听话的产业 可能就是贵州茅台了 对啊 贵州因为非常非常穷 每一次贵州政府一枚钱 他就跟茅台要钱 一枚钱就跟茅台要钱 茅台都给吗 茅台都给 2019年贵州茅台给 贵州市政府 省政府2000多亿台币 2020年给4000多亿台币 两年加起来给了6600多亿台币 给这么多还不能保平 非常非常的乖 可是最近中国竟然要开一个叫什么 市场监督管理会总局函 要召开白酒秩序座谈会 你说白酒秩座座谈会是什么 是跟大家讲说少喝白酒有意健康吗 错 他说这个白酒秩座座谈会是要 针对白酒投资过乐 来去做所谓座谈 那这个什么叫做针对白酒投资过乐 简单讲就是要加强对于白酒的监管 现在官室政策有没有出台都还不知道 我只把大家招来开会 说你这个投资过乐 我要开始监管你白酒 茅台掉2.5% 五良亿掉4%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 如果你连最听话的白酒你都下手的话 你没有不可以下手的 所以习近平说财富三次分配 对不对 财富三次分配 可是他真的没有上线没底线 没有上线没有底线 我管你索罗斯 管你 孙正义我管你白酒最听话 我全部都要纳入管里面 因为习近平说财富三次分配 财富三次分配不是第三次分配 是有三种分配方式 一种分配方式是市场分配 一种方式叫做政府分配 另一种方式叫做道德分配 市场分配是这样 你该赚你的钱 你索罗斯孙正义之前赚那我不管你 我现在要把你钱拿回到我政府来分配 另外一种第三种我讲道德分配 以前红卫兵时期 我就可以批斗你叫你吐钱出来 谁中招了 有啊 腾讯马上中招 腾讯四个月前说 我五百亿支持习近平的财富重分配计划 最近又说我再给五百亿 再给五百亿 人民币 一千亿人民币 一千亿人民币 我支持习近平的共同富裕专案 那这次你发生什么事情 这就要做第三次叫道德分配的部分 你道德分配不吃的话 那我政府分配就进来了 你腾讯的马云就是利子 所以习近平的三次财富分配是专有名词 是中国经济学家立以宁提出来的 他不是第三次是三种分配方式 所以我就多管旗下去处理你 然后还有谁 不过我还以为这一招 我以为是毛泽东当时杀地主分土地 那个在干难搞的 另外一种是 他整个这个建政以后搞一次 这次搞定 不是 是这一次一次分三种搞你 一次三招搞你 市场政府还有道德三招一起搞你 然后呢 BNO护照 BNO护照什么 香港很多人都有BNO护照 可以移民英国 直接搞什么东西 你持BNO护照移民香港 你不准给我领你的退休金 他香港是有强基金制度 跟他们一样嘛 我们都劳退嘛 每年讲嘛 可是很多的基金是我自己出的钱 我拿不回来了 他有领退休金有一个前提说 你要离开我才给你 然后他们直接下条子说 你这种BNO护照 不能证明你离开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你BNO护照去英国对不对 你去英国抱歉 我一毛钱都不给你 然后对他们来说 强化监管到什么程度 我们都知道 对于包含抖音等等 都非常非常听话对不对 结果现在中国不能相信 抖音还有微波到什么程度 既然要录鼓抖音跟录鼓微波 你一定要录鼓一趴在里面 去做这件事情 他才强化监管 然后他强化监管到什么程度 我们都知道 汽车现在汽车都联网 对不对 他竟然出台一个政策说 所有汽车数据只能境内储存 什么意思 就是我特斯在那边搞一大堆数据 大数据等等 比如说你抱歉 你的联网 你的伺服器全部给我抓在中国 你美国人绝对不可以拿来用 所以这件事情 对于习近平来说 是极度的不安全感 所有事情都要管 所以为什么范畴说 现在进入到暂时 你说特斯 就算是特斯拉 我今天所有的这个云端中心 要放中国不能放美国 伺服器要放在中国 不能放在美国 所以你大数据特斯拉 是不可以统一使用的 所以范畴才说 这叫做暂时经济 暂时社会 对习近平来说 我把所有事情都管住 我才能百分之百确保 我在连任过程中 不会出现一丁扁漏 那你家会问说 可是你家就内循环 内经济 你中国会萎缩 他说怎么会 北韩都搞了七十几年都没倒 我中国撑了一百年也没事 所以整个逻辑是长这样子 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 现在没有什么事情不会做 他只要能够连任 他什么都愿意做 中国现在钱也是个问题 因为不换寡换不均 他现在可能寡跟均 不均都出了问题 习近平最近讲了一句话 竟然让中国的股市出现了大逃杀 有三千八百家的公司股票下跌 他居然讲 他说要对高收入的强化什么 规范调节 这些人要更多的回报社会 而且说穿了这些就是叫做 打土豪分田地嘛 对不对 你看有钱人你要规范和调节 然后要更多的回报社会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钱给我吐出来 我们之前都一直在讲习近平要酌酌酌 但是你始终没有听到他讲话 他今天直接说给你听 这就是酌酌 就是他说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因为他这样讲出来之后 你知道昨天的时候 因为他是17号主持人 昨天的时候 整个中国股市在他 听到他讲这些话之后 开始狂杀 这是恒生指数 然后这是中国的股市 全部都下跌 为什么 大家都很担心 你这是要打富豪 富豪是在什么地方 股市里面最多富豪 所以很多公司害怕 很多董事长害怕 我要回报社会 我要被规范跟条件 大家当然会非常心惊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 邪见平的酌情 他这句话就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你看加大税收 然后社保 要社保保险 然后移转支付的 提高这个精准性 他意思就是说 我要扶贫 然后扶贫的话 就用那些有钱人 来互相的平衡 所以搞这个就是 社会主义真的会在中国 开始实施了 而且他前一段时间 已经打这个互联网 已经把这个 所有的公司全部毁掉 他连腾讯都不放过 对好 那为什么 你想对啊 因为他要打那些 所谓的有钱人 所以他才会开始 杀腾讯这些东西 保险 实际上为什么他这样说 事实上他去年10月30号的时候 他有说一件事 他又说稳定产业链 供应链这些事 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够掉 也就是说制造业是基础 也就是说因为他制造业是基础之后 所以这是10月31号说的这句话 就文章看出来之后 没想到三天之后 阿里巴巴的这个蚂蚁基辅 就不能够上去 上市还被拿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说了 我要扶植制造业 我要打这些所谓的有钱人 有钱人里面 现在中国最多有钱人在什么地方 两个产业 一个产业叫做网路产业 所以我要把网路产业打下去 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 这两个产业 所以他一开始就开始管制 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不断的管制网路产业 都用所谓反垄断 一直不断的发你 不断的发你 包括说除了阿里巴巴 腾讯都是这样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他的说话 是有一贯的脉络出来 他现在就是 整个中国要往左倾的路线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你现在在杀腾讯 不然你在杀腾讯 你现在在杀这些网路股 被杀到底吗 对 那他未来怎么杀 保险很简单 谈管理就直接入股 现在你看 这是华尔街日报 中国更直接的参与 管理互联网的内容公司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已经 包括说像字节跳动 甚至叫微博 现在中国官方已经开始入股 官方入股了 所以未来可能有更多更多的 这个中国的网路公司 会有中国入股的这个状况 再来他一个最新的规范 你不能够投资大数据 为什么不能投资大数据 中国的优势不是在大数据吗 他现在不让你投资 什么叫做不让你投资大数据 你怎么知道 这在我们在消费的时候 譬如说宝洁 你常常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我中国的电商 会给你比较便宜 因为我知道你常常在买 我可以收集你的资讯 我给你比较便宜 甚至我直接推播给你这些东西 未来都不能够这样做 不能这样 所以他现在 阿里巴巴跟京东的优势就没有了 他就是要 现在他这些数据 都要归国家所有 你私人不能够投资 私人不可以拥有这些大数据 所以他要什么 我要知道你的所有的买卖的东西 现在整个中国官方 就是要你这些数据 好 那除了这些网路的监管之外 现在一个最新的 最新的中国在观望之中 在观察中间的就是许家印 保险 事实上这几天 刚好许家印这个前中国首富 他卸任了恒大的董事长 他现在换上新的赵长龙 换上他的董事长 你的董事长都不能做了 已经不是许家印 那为什么不是许家印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许家印 你现在目前欠贷多钱 恒大 因为今年的中国房地产并不好 恒大目前为止来说 他的负债有3000亿美金 3000亿美金他现在根本没办法还 没办法还的时候 他之前中国党庆的时候 他不是有去参加 但是中国大陆的官方 给他下一个通点 你先自己解决 如果你没办法自己解决的话 如果政府出手你就完蛋了 所以他现在 他已经辞去恒大董事长 接下来有人说万科要入股 或者说有碧桂也要入股 甚至他现在准备要卖 恒大汽车等一些东西 他要想办法解决自己的困境 因为如果他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他目前的这个 我刚才讲 他账上欠款是3000多亿美金 还不止这样 他目前波及到 中国所有的银行都在这里 中国所有银行都欠他钱 都借他钱 再来就是说 他上下有的公司 有大概100多家的公司 甚至他目前 他代售的房子有六十几万套 它是一个大泡沫 这些都会变成是中国大压力 所以现在许家印 他卸任董事长之后 告诉你什么 恒大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 会面临到 不论是被拆解 或是被入股的这个局面 那许家印呢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首富 从过去的王健林 许家印到去年的 包括马云啊 或是马化等都被整处 告诉你一件事 未来的习近平 绝对会加强的打击 这些所谓的有钱人 打土豪分田地 是他最重要的政策 中国百年党庆 七月一号的时候 所有的企业的老板 全部都生意了 只有一个人公开的出席 那就是恒大的老板许家印 看起来非常的风光 看起来他还是 中共中央清点的人物 看起来他的这个状况 不会有问题 但没有想到 七月的一号的党庆 刚刚过 他竟然被监管单位约台了 约台干嘛 你的把你的东西 买一卖你的资产处理 要怎么样呢 确保恒大能够按时 偿还债务 许家印的恒大集团 是全中国最大的地产公司 如果连许家印的地产公司 都已经紧张到 监管单位要说 你把你的资产处理一下 你的钱处理一下 确保你的债务 能够如期偿还 就代表 之前一再传说 中国的房地产 真正已经到了 摇摇欲坠的地步吗 而且我们看到拜登 他对中国的招 还是一招一招的下刀 一招一招的砍 怎么说呢 他现在说 涉嫌侵犯新疆人权 还怎么样 十多家的中期要列为黑名单 那即刻呢 海康卫视 中航航空高科技 包括航天彩虹 如果列到黑名单的时候 你就完全不能跟美国做生意 所以是时候 刚刚讲到 为什么习近平脸这么臭 原来他的麻烦还没解除 没错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开刀 持续在进行之中 包括最新的消息是 可能在这几天的时候 会把涉及新疆人权的 这个十多家公司 列入所谓的黑名单里面 列入黑名单会多少 黑名单的话 都几乎是禁止跟他做生意 同时不能够再投资他 这个对他是非常大的伤害 美国再也不可以跟他做生意了 对 里面包括说海康威视 包括说中航重机 包括说航天彩虹等等 很多公司 这个大概过几天名单 就会正式出炉 另外一个美国有两大指数 两大指数一个是包括 包括S&P的道琼指数 还有副实指数 他们已经决定说 依据拜登之前颁布的法令 我们决定把这些公司 都剔除所谓的指数的名单之中 剔除指数就等于说 国际的公司你要去投资 就不可以投资了 对 不在名单式上了 好 那这是美国对中国的追杀 那中国内部呢 你想说这个习近平 应该赶快对美国出重手吧 没有 他现在对弟弟出重手之后 他现在又对另外一个人出重手 对谁 那个就是许家印 可是许家印不是讲吗 他在7月1号中国本年党 就是说他是唯一出席的大老板 没错 我们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是他今年出席 这个党庆时候的照片 你看在这个北京城上面来说 他拍了这张照片 可是宝洁他去的时候 当时大家就说 难道是政府要出手救他了吗 没错 他应该没有事了 就没想到第一滴约谈完之后 这几天他已经被监管单位找去了 宝洁为什么被监管单位找去呢 你可以看这是恒大的负债 你看他负债是节节高升 为什么负债会节节高升 因为这几年中国的整个房地产 开始不好了之后 他的这个巨大的业务量 反而变成是一个 他非常重大的压力 那你知道吗 现在世界上欠钱最多的一家公司 就恰恰好就是恒大公司 他是全世界欠钱最多的公司 你知道他欠多少 三千零二十亿美元 则的现代币是8.5兆 8.5兆 你就知道这个是多夸张一个数字 保险这个如果他恒大破产 或是爆掉的时候 这个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力 非常非常大 所以传言是 欠钱欠8兆台币 对你就知道这个多夸张一个数字 好 那这么夸张的数字之后 金管都会当然很怕 所以约完滴滴之后 赶快就把你找来 找来就说许家瑜 你要现在账上有非常多 包括说你恒大汽车 那你那么多资产 你赶快把它卖一卖 赶快降低你整个的负债 如果你负债这么高 然后你中国假设真的 未来景气往下滑的时候 你还不出来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火 这个所谓的骨牌效应 会有系统性的风暴 对 因为为什么 人家借钱给你 银行借钱给你 银行变成呆账 你倒了银行变成呆账 呆账的时候 国家要再投入去救这些银行 就有点类似我们当初的 本土金融风暴 所以他一定要先让许家云 你自己先把 这个你的负债 你的资产把它处理处理 不然的话 我可能不会放你走 而且如果说 连许家云都有问题了 全中国最大的这个地产商 还有 他的影响范围多大 他空手道 我就坐了很多的车 结果我的电通车市值 还是也是全中国最大 对 你后面有多少的靠山 你后面有多少的人在支持你 连你都撑不住了 而且许家云过去的 也是一个中国特权的代表人物 所以他后面一定有非常多的 正商实力的这个地方 习近平现在不容许说 你赚了那么多钱 靠特权去捐钱之后 你又把这个做的东西 套给所有老百姓 烂瘫子留给我 说他不准这样 所以到这几天的时候 突然之间在网路上 非常多恒大的坏消息都出来 这在恒大的安徽总部 媒体就报道说 你看这些人就到 你恒大的总部里面去 搭帐篷 抗议 为什么要抗议 你看 你看那几个字 恒大还钱 就是这样 他们就这样搭啦啦 然后就住在恒大总部 为什么 我跑到你的门口 搭帐篷 埋锅照办 为什么 因为你看你这个烂尾楼 我们买了房子 钱也给你了 结果你的进度 一直没有办法推定下去 你看民众买了这个房子 本来想要住进去 因为他现在目前资金 有点吃紧的状况 他根本也盖不下去 房子盖不下去 除了这个盖不下去 还有一个别墅 别墅建的都非常缓慢 所以现在很多 他们媒体就报道 你看这么多都全部都是 你看这么多全部都是 买房子的投资人 他们就在那边抗议 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你是看不到这些报道 以前谁敢 对 就没想到 现在这些报道全部都出来 那不止这些报道 还有非常多的报道 现在就开始说 你看中国有非常多的烂尾楼 现在很多烂尾楼的报道 你看这是一个重庆的烂尾楼 你看他们在这个地方 他们因为没有 这个盖不下去 盖不下去就这些民众 他们只能住在烂尾楼里面 但是他们还要还房贷 就让他们多悲惨 他们现在就在那边种菜 在种菜 因为没有收入 他们就在这个空地方 旁边那个大楼就讲的是烂尾楼 里面没水没电 他们住在这里面 在外面种菜 对 而且他们还还房贷 这就是 这就是中国到也怕横道会这样搞 万一你倒了之后 这些惨的就是这些民众 这些民众跟你买房子 没有房子之后 他们到时候会变成是 社会的不定时炸弹 包括说你看 全州的烂尾楼 也泡水了这个状况 甚至还有辽宁 辽宁的烂尾楼 你看缺电 然后这个所有民众就只能够去喝泉水 然后塑在这个帐篷里面 然后在这个烂尾楼里面 生活煮饭 所以他现在整个中国到非常多 这种类似房地产的报道就出来 他在警告你什么 警告你说你这些房地产公司 你再这样子下去来说的话 整个可能会变成是共产党下一步 这个是外表非常华丽的这个大楼 对 看起来富丽堂皇 结果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要在那边买锅照办 我在那边要生柴火 这也太难看了 没有 你看连制海水都要去外面接 这就是目前中国大楼 房地产的这个状况 就是整个烂尾楼非常多 然后大型的 尤其是越大型 你不要以为只有恒大这样 碧桂园 碧桂园也有 也是很吃紧 包括说万科等等 所以很多大型的这个建设公司 他们反而是 中国目前最怕 在内部引爆了不定时炸弹 难怪中国现在 对于这个房地产的贷款 要这么小心